本赛季中超联赛第24轮 有北京国安在自己的日照主场 对阵武汉三镇的比赛 他过最早的时候你想想他是边后卫 没错 他是打边后卫 而且左右两边呢 似乎都可以让他来做一些发挥 没有 没问题 给艾特米尔森 身影的话呢 可能足够说明北京国安的中场 是有点被动的 哎呀 危险吗 对吗 胡鲁顶位置 戴维森啊 他这射门这一脚真的是 没错 有耕底有彰化 阿德本罗但是球员没有挺好 戴维森果然你看 西风飞啊 他找的都是找这个区间 胡鲁顶左右位置的 更高机位的一个全景的话 你会发现啊 这门将之外 这20名球员 大部分都集中在这个中场的区间 可能就是40米这样 哎 强行的突破 这个人能力还这么不错 这时候那条边确实你不好看 邓航文 是吧 邓航文过去很少这么踢 嗯 这个呢 因为你给了他这空间了 而且他这样跑起来之后啊 你的 首先你的左后卫啊 跟他未必能跟得住 你肯定是跟不住的 对吧 大维森转过身来 大维森 一脚去 他的米尔森直接给这左翼的高准翼 左脚往中路传 大维森漂亮这股配合 刚才他持球 你看拿球的时候 现在关队你看三个人围的 对 对吧 但是这球出去了以后 你再追他就难了 对吧 他抹到中路 再接应传中球 而且你王刚呢 他的位置只能往内收啊 于道保这下也不可能去 对高准翼形成更多的贴身 坚硬的没上去 嗯 是吧 只有那条线子 看戴维森又拿球呢 这边 好球直接一脚啊 敲给了姜祥又在中路 左脚远射 还是戴维森 嗯 戴维森也拿球 他也吃了一张黄板 这下直接给姜祥又掏牌了 你说 中路回撤 包括有的是换到右路 他躲着你走 嗯 啊 哎 给冷神啊 哎呦 没没守卫棋 哈哈 刚才十分钟 双方有点这个对攻的 拉开的架势 又来了 张一鸣 嘿 这下身体利用的非常好 就就这个斯坦丘 这一靠 就自己带球进进去 他一直也没给事 哎 哈哈哈 这边还能够救回来 还是戴维森 好 仍然是武汉三镇的传导 往后点传 这声门匠已经失位了 卡卡这个进球没有问题 哎呀 在捕食阶段 上半场捕食阶段 武汉三镇破门 对方打了第二波 转移出来的机会 这是高天一 这这个 高准一 高准一 全球啊 兜了一个远门柱 哎呀 远门柱关键这落点 让武汉三镇抢到了 是谢峰飞吧 啊 他如果没有人插身后的话 这胜利还真是不用太单思 啊 因为武汉三镇的现在在理性的格局下 他机攻速度也不会打得太快 维森啊 这是对王子明的防守 也吃了一张黄牌 本场比赛的第二张 或者他走边 本身留边就 现在看挺难受的 所以他下不去 为什么阿德伯罗有时着急 就是 哎 这下 表向内线 这下胜身的突破 第二出 哎 单刀来了 哎呀 右路直接传进进区 哎 这节奏也得缓一缓啊 双方这段时间应该传的厉害 铲抢 哎 连续的一脚传球啊 最后这下大伟森处理的不好 终于打横传了 嗯 在编路做点文章 对 是吧 这是他的射程了 嗯 打的也不错 非常有质量 而且这种球啊 对门将来说很很讨 球这个位置是吧 又没人正面堵他 嗯 你看他打的多轻松啊 右脚啊 脚掌前半次内内侧啊 这样打出 哎 原来是发的这个短脚球 四段球 哇 华莱士这是用了一个杂耍的一个动作 右脚脚外側是吧 在门线上的注意力还是比较集中 但这下 华莱士这下真的是被漏掉 嗯 华士看来就左脚是不太好啊 哈哈 要不左脚抡了转身 对 这球还没打一个高球 嗯 可能大家都防着他高空呢 没错 侯村这几脚扑的不错 对方也是中场的张小斌 协方到了这个区域 嗯 哎身体靠住 给到中间 机会 王子明左脚直接打门 漂亮 哎呀 他对方持球的瞬间 对 打上抢回来 原地的环墙 对 没错 因为你在还在前场呢 对吧 对方的队形还比较散的时候 对 太好了 否则的话我估计像刚才那样撞啊 他防守队形保持的非常好的时候 嗯 已经难了 哇 这球质量极高啊 嗯 往前输送这一脚 变走 真的得把球得得保护好啊 戴维森 戴维森 就完全靠节奏 卡尼这个不点 阿里米尔森 切丝坦球 有了 哎真是也就没你手维棋 现在大概 哎能让戴维森消停点 他这么打呀 可能反倒是对这个领先的局势维持呢 是有利的 哎 你看看 一回 张锡哲 这就不要脚了 张玉林这下做架炮已经架得非常好了 对啊 王子明拿球啊 形成的这种横向的这一趟再坐过来 哇 哎又抢回来了还不错 嗯 这是打第三次回头了 张锡哲好球 后点 江湘有小角度 哎呀 没有能抽上力量 这队友的位置啊 很好了 这一下 可能会好一点 对 张锡哲这一下真的是一下打一回头 找到对方的一个漏洞 好 三球 想直接打身后 哦 这时候吹了 裁判啊 这好像看得很坚决啊 刚才比较清晰的 突然往身后送 直接插身后 戴维森哎呀 哎呀 他回防守这下 啊 白杨是应该伸队去踢球这个谁人家抢了 他 就卡在你 就卡在你身前这一下 对 白杨抬脚这下呢 正好这个是 其实是右膝盖顶到了对方的左大腿 好 又是一个加持阶段啊 又有可能会带来 比分方面的改变 洪森 不得不夸一夸这武汉三阵啊 我觉得这场比赛 下半城打得 对对对 很成熟 对 上半城被动的时候呢 他坚持这么打 对吧 公安可能上半城也有一些消耗太大 对吧 下半城想攻有点攻不上去 但是也得说三阵这场球 攻守组织的都不错 这个上半城 他大概八九 九连胜那个阶段这种势头 有点那会儿的那种气势了 没错 你感觉他全场比赛打得都非常镇定 看看这个角球 这个点球 慢速变向啊 这下呢是打向了自己右脚的顺脚 而门将侯森做出的是另外一脚的判断 一蹴而就啊 这时候我们又会通过进球来下起红包雨 94分钟 补石呢 已经到点了 而补石阶段 武汉三阵又下一城 所以这场比赛 两个进球都是发生在补石阶段的 这场比赛的结果应该不会有太多的疑问 阿德米尔森 进去外的一脚远距 一换好一点哦 好 这脚射出 主菜办是推响了全场比赛的中场哨 上半场以及下半场补石阶段 正面进去外面 从不不不不不不不 这个 任何 再希望 就该震却 都是